老哥们好,我是艾未职业技术学院看大门的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 十月份各大院校的学习资料 来到十月,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双十一了 但是现在的双十一已经变味了 完全失去了节日的内涵 希望大家不忘初心 不要因为买买买就忘记了自己是光棍这个事实 当然,只要大家认真学习 想要脱单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SSR541给出的解题字录制 如果你有一个像三上优雅老师这样的前女友 而她恰巧又是护士 那么就可以通过住院制造机会跟她复合 这个解法最不可能成立的是 如果我的女友是三上老师 我就算一哭二到三上掉 也不可能跟她分手的呀 对于没有前女友 又或者兔子不吃回头草的同学 HODV21719提供的目标对象则是朋友的女友 如果她有着心情里真老师一样的软硬件 如果你又有一辆房车 那效果绝对是超级加倍 当然,要是你的朋友连你 我都不愿意借给你用一个周末 轻碎师傅一句 这样的朋友最好趁早绝交 那么,对于没有朋友 也没有房车的同学 ADN432则告诉我们 只要你是世界500强的霸总 就可以从部下里面找机会 把秘美姓老师这样的女神 提发成私人秘书 有是秘书干,没事干秘书 妥妥的人生淫家 而且,这部教材 完全展示出秘美老师勾魂射破的蛇 和他指教生涯天花板的文件 堪称Fallcase教科书的经典 如果你作用百亿资产的企业 但毫码不吃窝边草 也不用担心 JUQ 141演示的目标对象是 乙方 面对上乙炫老师 这样的嗷嗷 你不只是名义上的甲方爸爸 就算年龄上可以做他的爸爸 也可以让他在床上叫爸爸 当然,并不是有钱人才配拥有炮友 STL729正是为普通打工人的同学量身定制 正所谓 好马爱吃窝边草 社畜就找同事搞 而且,夏莫祥老师在这部教材的三节课里 有两节是全程嗨思 对私情外义的同学相当友好 如果个别同学觉得自己又穷又丑 一无事处实 别绝望 至少你的判断是对的 别绝望 至少还有邻村爱里老师在等你 当然,前提是 要像ABWR99里的老卓那样 既不要脸 更不要命 就算做不到老卓那样猥琐 下作的法外狂徒 IPX-956里 还有箱子的男老师那样的问题 少女可以收拾 对于他这样小偷小摸的行为 必须要用小偷小摸的手段进行惩罚 再来个长期监禁 合情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 除了双十一之外 今月另一个最火的话题就是世界杯了 我们看世界杯,看的是爆 我们看教材,看的同样也是爆 像SFIS-563这种实操行的教材 其学习重点就一个字 最主要还是得看执教老师有没有料 那么,山手恋爱老师就是妥妥的世界波 同样就职与SE学院的日向风老师 虽然没有山手老师那样的九州最强八类 但也可以说是波涛汹涌 SSIS-567里教体验 农历虽然号称是SE学院的重点课题 却越来越让人昏昏欲睡 也正是因为日向老师的执教 才让我们有了导管的动力 2014年曾经在SE学院出道的森春刘老师 回为三年之后 换了个学名同条沙岭 重返教育界 从EYN190来看 脸部有了科技与狠活的变化 更有少富的风韵 但不变的是依旧波澜壮阔 今夜虽然让Z师傅惊喜的教材 还是要数JUQ 14RU 虽然一直沉迷于灵爱新老师 轩然大波的硬件 但对他的业务能力 却是不敢恭维 而他在这部教材里的表现 绝对是超水准发挥 个人以为 奖状的一半 也应该搬给男助教小泽车老师 著名动力学家 沃霞次的说过 火车跑得快 全靠老头带 那么在教育界 是不就是女神要变坏 全靠老车带 在C师傅心目中 当今业界最有实力 跟山手老师净读波神称号的 应该就是水捕英老师了 前者以形状领先 后者责平色泽占优 MIDV238里 水步老师的面部 应该是接受过了 一美滴洗礼 又回到业界 在浴室里经受 各种液体的洗礼 到底是哪种液体 就留待同学们 到教材里寻找答案了 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学习千万不能偏科 所以看遍了各种播风浪舞之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JUQ138 来欣赏名里 抽老师的微博荡压 同时也寄望拿到IP学社 和麦当纳学院双编制的名为老师 登上教育事业的新高丑 不对 是新高峰 说到波 必然绕不开的就是 我龙老天 要尸死守护刘不远 必然绕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波姐 波多也吉一老师 有一说一 由于审美疲劳 近两年来确实很少学习波姐的教材 但从MVG035来看 我不想说他风采不减当年 但这是事实 而且 这次的课题是对BBC的研讨 跟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的日本队还蛮契合的 所以 世界杯 就应该看世界的波多也 还记得这个slogan的 应该都是老学霸了 既然是世界杯期间 我们也应该将眼光投向西方 看看Block的皇家索马里黑墙一条色 再看看Vixson的金色侦察机 加黑发炸之期 天若有情 天一老 看见光头到三角 对这种荒淫迷乱的资本主义生活 我只想说 连都不要了 好了 玩归玩 闹归闹 咱不拿光棍开玩笑 最后 还是正儿八经 教大家一个脱单小妙招 如果对方不找你疗骚 你也不要主动 要给他一种神秘 不好拿捏的感觉 这样就能一直单身 一直保持单身 才有机会谈恋爱呢 燕祖 你学费了吗 OK 11月份的各大院校教材精选 到此就告一段落 望同学们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